青年盃青年盃的時候 好像有一些特別的經驗 就比如說可能在這邊也拿到 曾經拿過贏 不是說一直稱霸這個比賽 你覺得再回到這個青年盃的賽場上 對你來說有什麼樣的感覺 青年盃高一那一場也是青年盃 但是是在海山另外一個場地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場地很熟悉的原因是因為 我的高超越的捲動力也是在這個場地 好多的捲動 再來16年因為去美國訓練回來 所以也剛好沒有比較長的比賽 所以到17年17年我又剛好受傷 所以17年 所以他就沒比了 對 然後18年好像也沒有比 所以就好像經過4年之後 他就在這個場地上 他現在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嗎 昨天其實就已經有來看了一下 有我覺得今天走進來是有點緊張 會覺得好像全部人都在看你這樣 然後做什麼都在替代 也是還好 就是覺得很久沒有國內的補帶 已經會有點緊張 那等一下要怎麼應付那個 外面的樂型的粉絲呢 當然就是 有求人 我相信在笑我 我先等一下 沒有啊 外面還有大概 剛剛目測可能有50人都外面的帶 對怎麼辦 現在就先把正式做完 然後就把教練把 我們現在這場的確實 然後好好會出 接下來 比他五分決賽 對 所以我也沒有預測說會跑多少 因為室內比賽跟室外的還是有差 所以我這樣安慰一下自己 你有沒有看到惡意會覺得有點想揍一下美空 還是還好 其實還好 因為我自己 自己知道說自己的狀況到底在哪裡 然後自己訓練上 其實 在調整的部分其實也很少 主要就是讓你不要有受傷風險來這個比賽 然後用比賽的強度來當作其他 所以 這個是我覺得心理很難調適的地方 因為你自己知道 你要這樣做 但是別人固定知道你要這樣做 所以 會有一點壓力 對 你沒鏡頭嗎 今天 沒開 被保護自己 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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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三個走來吧 我說 其實 方面可以 稍微的 就是去 私人家在比賽 上 你比較容易做得起來 所以 就要是 難怪你抓到那個計劍 我可以說 這方面 我在自己 就剛提到說 這技術部分 你覺得 剛剛 剛剛第一場下 請一下 彈員 跟我講 其實就是 就是 冥想幾個 就是有做到想要做的 但是還沒有這麼的驚喜 沒有辦法進去 所以就是回去還要再做一些信念 然後畢竟是俞昇懷這場比賽 剛剛場邊真的是滿多人的感覺 就是不只一些粉絲啊 很多選手都很期待這樣才能比賽 自己覺得會這樣很大 然後就是問你這樣做的感覺是嗎 第一我都會覺得會有點緊張 因為好久沒有在拖內比賽 而且距離上一次比賽 在好像也是三年 四年前比的事情 所以會有點陌生 再來就是很多人來關注的比賽 我覺得對於決定的發展是一個開始 然後我覺得是當初很年輕 因為在最大的賽程上大家已經用很多的目光 都比較會標準來看來比賽的比賽 對於牙齊比賽 那到牙齊比賽之前 你自己在訓練 還有可以參加一些其他比賽的計畫嗎 下禮拜有助運動會 在台中 所以有助運動會不會參加 在西亞會拍賽 那教練才能還在考慮 然後就是在比賽賽 那好 因為其實前陣子就是東京奧運 終於公佈了他們怎麼參賽 就是打票資格這部分 那其實因為就看曾經 就光打票來說門檻真的蠻高的 那以選手的角度來說 看東奧這次的參賽事 比較長 這個跟以往的我們看也一樣 因為一樣人會覺得自己的成績 還沒有到達可以去表演的事情 但是現在雖然極高的調整 但是我們還是有能力去完成這個目標 所以就是繼續的調整 然後把狀況調到像是亞運 然後把狀況調到一陣子 然後就去看了 還有一個調整 好 這個跟著大家 這就是 是